华县花旦向中山路一段 博游路面向被炮弹轰炸过 路面板块层层交叠 有的地方凸起来 有的地方则是陷落下去 上向落差最高的地方几乎达到一公尺 如同战场的满木窗椅 现场工人也很紧张 这是水管爆裂造成的意外 透过监视器画面可以看到 道路中间分隔岛的行道树 突然像波浪一般磁起比落 紧接着泥水像喷泉一般冒了出来 最高的水柱有两公尺高 另外一个角度可以看到 泥水喷泉的水雾到处喷洒 紧接着像潮水一般淹过整个路面 急着骑士一路倒退甚至掉头离开 这是鸟嘴潭仁光湖下游 送水管B2工程 厂商当时正在自主测试夹牙试水 没想到炸开路面 幸好当时没有人车经过 炸开路面的正上方 没有人员受伤 自来水公司说 这是厂商自主测试的时候 管线弯头接头脱落导致的 厂商紧急修补路面 由于这是花坛乡中山路省道 现场一度大塞车 鸟嘴潭的管线测试工程 在彰化的北斗园林 都曾发生过爆管事件 这是第三次三立新闻许书伟张华宝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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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